带双胞胎穿铜件洋装 还背了同款包包 模样天真无邪 但他们的爸爸却是愁容满面 一家五口赶着离开阿富汗 但这趟逃难之旅可是困难重重 机场外铁丝网围绕 左右两旁挤了满满的人 只是旅客只能带一件行李 还得通过重重检查关卡 大太阳底下孩子差点被烤焦 英国军人只好递来瓶装水消暑 好不容易登上军机 130人客难地挤在机舱席地而坐 8月底的撤军期限将戒 现在连日本也派出三架自卫队运输机协助撤离 撑切上万的阿富汗人拼命想逃出国 但机场外的塔利班成员却劝大家别走 塔利班还说离开阿富汗生活不一定过得更好 曾在甘尼政府担任资讯部长的沙达特 目前住在德国莱比锡 最近就被网友拍到一身橘色制服后背包 急着单车外送披萨 脸受了一大圈 和一年前当关的风光模样相比 流亡的生活真的不好受 TVBS新闻众号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